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醉醇风 我醉醇风 处处见面 两人积极形容 今往中看不一样的天空 我张开心胸 无情的人笑 我知我像无情人懵懂 我愿意在他手掌之中 最尘封 最尘封 人啊尘封 他又让我干了 身的心或失望 我愿意在他手掌之中 不要坏我大意 我会一天堵路 但愿情一角融 让我有事有终 不要坏我大意 我会一天堵路 但愿情一角融 让我有事有终 让我有事有终 救药震惊中耀眼 不论敌人如何强盲 如何凶弱 竟可当他是千锋伏山 明月印江 随到家瑜卧身 却不如我丝毫损伤 警官 在已迹堂 我们最尘封 在已干了 请不吝点赞 你要是不敢接我师父第三掌 趁早滚得远远的 你在这里疗伤一辈子 难道我们也要等你一辈子吗 丁师姐 让她多休息一会儿 也爱不了什么事 要你来谈坏人 我 小师妹只是顾念本门和师尊的威名 盼望旁人别说一句闲话 会有什么闲话好说 本门侠义之名 亦垂之百年 师尊仁义宽厚 自然不会跟这种厚生晚辈一般见识 只是她狂妄自大 师父才会出手教训 但是绝对不会要她的性命 就算是她在恋伤一百年 也不会是师父的对手 现在让她多养一块伤 那也不算什么 只若姑娘说得不错 就让她多休息一会儿 这个时候谁敢动她 我英里厅第一个不答应 阿牛哥 我英里厅就是 Dionys 这只是想要公斧 经兜 安 华 太阳了 太阳啊 夫人 师太 晚辈一条西好了 愿舍命陪君子 再挨你一掌 这小子就这么盘西一坐 便历时神采一意 魅力如此深厚 当真邪门啊 师太请出招吧 我让你先出手 免得人家说 我以老妻小 既然你有自知之明 那就赶快离开 少年人有你这等骨气 也是难得 我灭绝师太手中绝不饶人 今天就破一次力了 多谢师太 那这些大哥们 也可以走了吗 我的法名是灭绝 对妖魔邪道 要灭之绝之 绝不留情 师太 灭绝这两个字 是白叫的吗 既然如此 还是请前辈 法第三掌吧 那好 我成诚你 灭绝师太 掌下留人 你是谁 在下姓殷 草字野王 白眉殷王的儿子 师太 这第三掌 由在下带领 你 可否 你跟这小子什么关系 要替他挨着一掌 他 我跟他素不相识 只是见他年纪轻轻 骨头倒挺硬 不像武林中那些 假人假义 孤名钓鱼之徒 所以才想替他 领教一下师太的功力 小子 有人替你出头了 你要是还想活命 现在走还来得及 晚辈 不敢贪生妄议 听到没有 这小子不领你的琴了 你决定要挨 灭绝师太的第三掌 我答应的是 我一定要做到 好 灭绝师太 你最好言而有信 否则 我叫你们峨眉派人 死无葬身之地 险衫 现身 原来天鹰教早有埋伏 命连事态 请吧 小子 就愿你命苦了 命连事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食物准备进去 命连事态不愧为当事高人 您就想要留下 不错 告辞 车 阿牛哥 我们快走 等一会儿 前辈元首大德 晚辈 绝不敢忘 因为你帮明教 我才帮你 谁也不欠谁 我 我 阿黎 爹 你好啊 朱儿叫舅舅爹 朱儿是我的表妹 不好 朱儿她杀了二娘 累死了自己母亲 又说天天一见到 便会杀了她 了 小三门 你得到骑士 你得到骑士 坊 阿黎 爹 你 闭嘴 你还好意思叫我一声爹 看看您的德行 没出息的东西就跟你娘一样 变什么千诸万毒手 把自己弄成人不人鬼不鬼的 你不提我娘也就算了 你既然要是我娘 我打我问你了 我娘好好的嫁给你了 你为什么还要娶二娘 放箭天下 哪个男人没有三七四戒 这算什么 你胡说 明明是给自己的花心找理由找借口 臭丫头 用你输了我 我告诉你 我不会再让你打我了 你烦了 你对我都用这种态度 难怪会对你二娘下毒手 谁叫她欺负我娘了 她是罪有应得 别一遍你跟着金花婆婆 就不把天鹰叫放在眼里 哼 死丫头 你忤逆不孝 今日纵然有天大的理由 也难逃家法 来人 把她带走 三兄姐 得罪了 等等 殷前辈 你想对猪儿怎么样了 对丫头是个亲生逆女 她类似母亲 太似庶母 如此禽兽不如之人 怎能流于世间 殷前辈听我一言 当时猪儿年幼 殷前母亲受人欺辱 才一时不愤做错了事 还见前辈 念在妇女之情 从轻责罚 这是我殷家的家务事 用不着你一个外人来动管 我不是外人的 你说什么 小姐 我不跟你走 还敢还手 不能啊 不能 小子 不要自我领命 猪儿对我有照顾之情 我明知道她落入你手 灰心灵不保 我实在不能啰嗦 啰嗦 啰嗦 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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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你向我手下留情 再来可就不客气了 带走 啰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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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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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走吧 你别理我了 你是打不过他的 我 阿牛哥 你走啊 阿牛哥 你赶快走吧 你别理我 你打不过我爹爹的 你走啊 阿牛哥 你走啊 阿牛哥 我答应过他 要让他平安喜乐 不论什么人欺负他 阿牛哥 我都会保护他 阿牛哥 阿牛哥 男子汉 大丈夫 你必须盈而游戏 阿牛哥 我永远都会记得你对我的好的 阿牛哥 阿牛哥 姐妹 请你放了住 你真是会无奸完善 阿牛哥 你走啊 我绝不会客气了 阿牛 阿牛 把你弄得要杀了 不如让我补一补 阿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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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ọ 伍ект 杀 而你小子 爱的灭绝师太三掌在先 又吃了我两拳再厚 居然脸不红气不喘 很行吗 是吗 我不知道我有多少能耐 你师父是谁 奇怪 每个人都喜欢问我师父是谁 可我真的没师父 胡说 没师父 怎么会有一身武功呢 是我自己练的 殷前辈还是关心珠儿吗 没有 不然你怎么会追轻易服王韦夷孝呢 因为 因为韦夷孝在我眼底下劫走人 传出去 那我殷夜王在江湖上 岂不落人笑领 随你怎么解释了 我听音叫有警 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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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恩落入微笑手中 倘若给他吸气血来 那还有命在吗 微笑休息 我不休息 他睡觉 我不睡觉 我就不信 追不上他 白堂主 怎么回事 你们是什么人 为何杀我天鹰教弟子 我们是正气帮的 正气帮 我殷夜王行走江湖数十载 真的从没听说过武林有这么个帮派 天帝有正气 凡事有正义感的绝不容许魔教在这天地之间存活的 杀我叫忠 你怎么 你自认带了一个受伤的人就能打赢了我们 你想怎样 宣明 神正 你呀 只有几天可活了 速速回光明顶 说不定杨霄能救你一力 忠告你一句 叫名叫气血投降 否则我正义之势 将踏平光明顶 千元拼得只剩一兵一俗 也绝不想自命正义之势低头 走 走 少教主 明明 你为什么放他们走啊 杨霄若真能救阴野王 必定会耗尽真力 这对我们功上光明顶可以有不少帮助 再则 可极此极其名叫斗志 这六大门派到时讨不了好 左收鱼利的 就是我大元朝廷 各位千来一县侠共上一举 老尼在此先行感谢 师太严重了 师太严重了 平妖除魔 我华山派自当义不容辞 师太朕必高呼 我空同派岂有不响应之理啊 老尼再次感谢 我不知各位是否听闻魔教四王 紫白金青他们也到了光明顶 各位 紫山龙王 白梅英王 金毛狮王 轻易福王 这魔教四王武功深不可测 他们若去了光明顶 那又如何 我们今天六大门派 违攻光明顶 志在必胜 就算是魔教要挟会合 又有何惧 顶多是一场苦战嘛 各位既然来到一县侠会合 我劝各位要有绝死之心 绝不要有侥幸之意啊 心生畏惧便自乱阵脚 场面话我也不用说了 等少林派一到我们就 佛弥陀佛 原真大事 师太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碧派方丈要我先行一步赶道 知会各位一声 我们少林派明天就可以赶道 好好好 我们正在研讨 违攻光明顶之事 明教总谈光明顶 已有数百年之久 凭借着七殿十三封为天险 是有金城阳池之故 易守难攻啊 大师似乎了解明教地形 照原真大师这么说 我们根本就上不了光明顶 是啊 要硬攻就白白送死 各位切莫急躁 就算是铜墙铁壁 他也有不攻自破的死角啊 师太 老生这里有一份光明顶的草毒 好 我们仔细加以研究 也许可以找到 攻破光明顶的弱点 是 两个课 暴力堂主 前面发现线素 什么线素 发现有脚印 上教主 想不到玄冥身杖 果然与众不同 我已是尽全身内力 可无法抵挡寒毒攻击 少教主 白鬼少 拜托了 如果我有个万一 叫徒弟 别忘了为我 为我报仇 不会的 不会的 少教主 你不会有事的 还有一件事 你要帮我 找到阿黎 一定要找到 黎 姚聂呢 他们全都跑了 我中了全民神掌 赫鲁翁 入诈客 怎么一点味道都没有啊 小姐 昨天说菜太咸了 所以 所以你今天就不放银 故意整我是不是 我 你不要以为不说话就没事了 我告诉你 我 不 酷儿 不要老找小招的麻烦 不是我要找他麻烦 是他自己 姓韦总是怪怪的 找他总找不到 为什么又不说 有时候我都怀疑 他是不是峨眉派派来的惊喜 我 我 我瞎猜的 不过 想起来挺奇怪的 自从我们救了他回来之后呢 灭绝这老贼尼 就联合了五大门派来围攻我们 老爷 我和峨眉派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可以发誓赌咒 就算有关系 带着狡猎也没作用了 下去吧 是 爹 爹 你怎么了 我心里不踏实 总觉得有股不祥之招 我还不谈 在这儿 不 哪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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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氏 岳王 以为父目前的功力 也只能战事压住毒气 谢谢爹 阿黎呢 在疗伤之际 从你口中断断续续 叫阿黎 你是否遇到他了 还是伤到他了 或者是 没有 爹 真的没有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知道阿黎的事情 是你的错 但我从来没有过问过 可是毕竟 你是我的儿子 他是我的孙女 爹 年轻人不过问 就不要再提阿黎了 但是 我只想知道 你现在是不是还在恨他 毕竟是 你现在很加热心 在这边 我 不要再提醒你 看一ublj 小蝶 写人 你 都有 是 一 你说 你看 那 我再見到她的時候 真想殺了她 卻下不了手 心中那股恨 好像憑空消失了 畢竟還是青骨肉啊 血脈相連 阿黎人呢 被青骨肉王 為一孝姐走了 什麼 壞了 為一孝王 以吸人血註稱 阿黎落在他的手上 肯定是 雄多吉少啊 你 我 你 我 你是誰 我是誰啊 你什麼時候跟著我的 我什麼時候跟著你的 我不知道才問你嘛 你不知道才問我呀 你這個人很奇怪啊 我奇怪 你 我 我懶得理你 我 你到底想怎麼樣啊 你對我沒有惡意對不對 你能夠無聲無息地出現在我身後 真要對我不利 早就可以動手了 你是出家人 法號怎麼稱呼啊 說不得 為什麼說不得啊 說不得就是說不得 沒什麼好商量的 你叫曾阿牛 你怎麼知道的 你在追青骨王 你怎麼知道的 你要從青骨王的手中 就一個叫豬兒的女娃兒 你怎麼知道的 你除了會說你怎麼知道 這句話你還會說什麼呢 你幹嘛跑 我不想跟你瞎扯 天就要黑了 我追不上我一笑 豬兒肯定沒命了 可惜可惜 真可惜啊 你連說三個可惜 是什麼意思啊 你這少年有肝膽 有血型 著實不錯 只可惜轉眼便是一句 給吸乾了鮮血的僵尸啊 想通是不是 就算你追上了韋一笑 你能打得贏他嗎 能救得了豬兒嗎 到頭來 還不是白白地賠上 自己的性命而已 大師 您的意思是要幫我嗎 我可沒這麼說 韋一笑是我的朋友 再說我也打不過他 你也是名叫忠義 名叫五散人之一 不帶和尚說不得 小子 我跟你說 微笑打心裡 就不想吸引人血 他是逼不得已 吸人血哪有逼不得已的 是真的 也可憐 微笑為了練寒冰棉掌 練功練得走火入魔 所以每次激引內力 就必須吸一次人血 否則就全身韓戰 立時凍死 那是三一脈絡受損嗎 咦 你怎麼知道 糟糕 等等 微笑奔跑了這麼久 一定激引了不少內力 你說他會不會 逼不得已吸豬兒的血呢 據我所知 微笑每次打起韓戰來 血液凝結成兵 那個時候啊 哪怕是自己的親生女兒 也會 不行啊 抱住了 小子 我的乾坤一氣袋 撕不破 扯不爛 你不要白白氣力 抱住了 好 百當中 在 好好照顧野王 他的傷還沒有痊癒 是 請教主放心 爹 您 您一定要去光明鼎 這個問題 咱們不是已經談過了嗎 當時不知道形勢是如此險惡 您瞧 就連玄冥二老 也參與共同圍攻光明鼎 可見此次正邪黑白 共同一起圍攻明教 爹 相信您心中有數 這不僅是打敵強我弱的硬仗 更是與人數敵 還是不希望您去送死 我是非去不可 爹 明教不欠您什麼 您沒有必要為明教去送死 明教不欠我 我更想欠明教 你 您這山有虎 天亡虎山行 爹 您這是何苦啊 救命 你解了我的穴道 你怎么了 不要过来 走啊 快走 快走啊 你是不是没有吸血 才这么痛苦啊 快走 其实你可以洗我的血 救自己啊 你为什么要放我呢 小丫头 你可真烦人啊 快走 我这个人就是这么别扭 如果有些事情不搞清楚 我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 你说呀 你说呀 是啊 我也想知道 我也想打破砂锅问到底啊 周丁啊 王宁愿牺牲自己的性命 也不喝这个丫头的血 周丁我好奇怪哦 你所不知啊 他叫朱尔头 是鹰王的孙女 如今 明教有难 身为明教人 你当同行其力 我就算是难受死 也万万不能喝他的血啊 这话说的有道理 姑娘 你走吧 听江湖人说 细血蝙蝠既阴毒又古怪 今天我才知道 好像言不腐蚀啊 其实你还是有知彼又明示 善良的一面的 我走了 怎么样 福王 全身冰冷 你这条老命 时长中已经去了九城啊 我来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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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哥 我一想 你一定受了伤 这是个绝好的机会 师哥 怎么能吗 这鬼衣服 什么东西也没有 这就忍一忍吧 师姐 挤若 给 丁师姐 喂 宋青叔 我们那么多人 你只拿一杯水来 你眼里 只有芝若师妹一个人呢 我没想那么多 我再去拿 不必了 给我 好了 谁都别喝了 芝若 我有话跟你说 围剿光明明 一定是想生死之战 我希望你能 一直跟在我的身旁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保护你啊 你 我不想见到你 受到任何的伤害 你说这些话 是什么意思啊 很明显嘛 宋青说 在向你表达爱慕之意 芝若 丁师姐 芝若为什么排斥我 我也不是他 我怎么知道 还是他另有一种人 而去与我的好意呢 我把他从小带大 应该是没有 芝若师妹不肯接纳你 只有一个理由 是什么 师父很疼芝若师妹 如果她有心接掌 峨眉派掌门 依我门规 是绝对不准 有任何儿女私情的 放 师父答应过我 峨眉派掌门人 由我接人 谁也夺不走 爹 你要替师哥报仇啊 女儿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师哥白死的 你放心 嗯 好 杀害你师哥的 是轻易服往我一笑 咱们父女俩 上了光明顶 找到我一笑 替你师哥 报仇血恨 嗯 围剿光明顶 一定是场生死之战 芝若 我希望你 能够一直跟在我的身旁 因为我可以保护你 芝若 我不想见到你 受到任何的伤害 很明显吧 宋青叔在对你表达爱慕之意 不 我不能 我不能接受宋青叔 我 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留着 对我好的人 我永远感念在心 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好好地保存着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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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第一个认识的男人 我心里只有他 只有张无尽 说不得 你是不是在爬山啊 你弄得我反我也想吐啊 这样就可以一举攻破光明岭 师太就这样决定了 好由你来找我 好告辞 诸位告辞了 慢走慢走 接 秦叔 您在看什么呢 我真想不到 元贞大师怎么会对名叫光明岭的地形 如此了若执掌 只要对我们围剿光明岭有利 又何必追究这么多的 是啊 我也是这么想 才没有当场提及此事 封师傅 陈师傅 郡主 您怎么 不妨 各门各派 龙舌混杂 不会有人怀疑我正气吗 什么正气吗 不重要 都决定了 进宫明教的计划全安排统 明天少林派一到就展开攻击行动 丑话多时就看明日渔战 是 孝僧告退 诶 陈师傅 郡主 你 有没有什么瞒着我 没有啊 孝僧不敢有任何事情运瞒郡主啊 陈师傅从小就教导我 一日失终身父 陈师傅对我 应该是如父亲般的 无私无我吧 郡主说得极是 是 你可以下去了 孝僧告退 于尺峰 郡主 我不信任他 兵劳 不管再有任何举动 回报于我 是 哎呀 好痛啊 你小子 说不着 不抖我的头了 谢谢你放我出来 我没意思要放你 用不着谢我 我不能呼吸了 能开口就能呼吸 小子 我可告诉你 我带你去的地方 牛鬼蛇身 一个比一个凶悍 在我的袋子里 最好安分点 免得出了意外 别怪我事先 没有警告你 原来一直在地道里啊 怪不得老朋友的头呢 快快进去 有人来了 别说事 要不是你帮我度身器 我这条老命 哎呀 也就完了 是啊 你不拿命的 有个替死鬼送上门来了 不太合适 不忘中天 在这里 装的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一个人 哎呀 已经警告你 不要出身 你还出身 你被听着看看 怎么 刚好给我当点心 不 不行 这个人 福王可动不得 天下没我福王 动不得的人 这个人 于本教有恩 我敢说 福王若是吃了他 五行旗 非跟你拼老命不可 有这事 我是受凤阳分坛 长玉春所托 帮这小子一把 什么 哎 哎 走 咱们上光明顶 边走边告诉你 这小子就有长玉春的事件 好 走 不带和尚 你说说 怎么回事 这小子 有情有义 挡了灭绝时代 三掌啊 还是吧 爹 爹 都四更天了 爹 您还不睡啊 这几天您不吃不睡的 这样下去 身子会受不了的 六大门派 已经在一县侠会合了 很快就会攻上光明顶 爹是在凡这幽这 怕什么 来一个 咱们就杀一个 来两个 咱们就杀一双 布尔 布尔 爹要你答应件事 光明顶有条密道可以下山 六大门派一攻上来 你就立即从那下山 那爹您呢 我是名教人 与名教共存王 爹不走 我也不走 布尔 我曾经对不起你娘 我再不能重蹈 教父哲对不起你呀 对 你是可以让自己安心 那你到底有没有想过我呢 我已经没有娘了 我不能再没有爹了 布尔 要走一起走 要死就一块死 你为什么像你娘一样倔强呢 因为我不要再做孤儿了 我不要 爹 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 你不要赶我走 我不要离开你 我不要 杨总神 杨总神 在这儿呢 你们都来了 布尔 布尔 布尔通知 我们能过来吗 北叔叔 来 给你引荐两个人 布袋和尚 说不得 九爹 我叫杨布魁 两位叔叔好 嘴巴挺甜的 布魁妹妹 是布魁妹妹 布尔 我这里有事 你回旁去 杨总神 九爹 杨总神 现在是代教主 要尊称教主啊 嘿 那是福王你把他请来做代教主 要是我就不同意 嘿 我只认圣火令 谁拥有圣火令 我就认谁是教主 这是本教历代的祖规 圣火令已失落境百年 难道圣火令不出 明教就一日没有教主 六大门派之所以胆岗围攻咱们光明景 就是因为知道本教没有人同属 内部四分五连 对 说的有报道 对 说的有报道 有报道 有报道是非准备 因为你想和他谈爱 因为你想和他谈爱 她的心怀柔善 她的心怀柔善 再不提前给他伤害 你要他身边 再美别的女孩 让他一生为你还 让他的心花融丝海 泪不停地送给他伤害 你要他身边 再美别的女孩 再美别的女孩